肺结合别傻傻当感冒! 胸腔科医师解析肺结合症状与治疗 边岸,结合病是由结合感军所引起的疾病,是一全球性的慢性传染病,在未开发及开发中国家尤其盛行 在台湾一年四季都有病例,男性发生率比女性高,老年人发生率比年轻人高 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肺结合,Tubercusis,是由结合感军所引起,最常影响肺脏,是一种可治愈也可遇的疾病 肺结合是世界十大死因之一,2017年共有1000万人感染肺结合,160万人因结合并死亡,也是HIV,人类免疫病毒,检测阳性的人的主要死因之一 结合病,结合感军介绍 结合菌是一种好养性的抗酸性细菌,进入人体后,不会立即产生反应 大约95%的病患第一次感染结合感军时,会因为身体免疫力所以不会直接发病 称为潜伏结合感染 但是日后可能因为再次感染而发病,只有5%的病患第一次感染结合感军时,结合感军会透过血液与淋巴液造成肺结合或肺外结合 例如结合性脑膜膜膜炎 肺结合传染途径 结合病的主要传染途径是飞沫与空气传染 主要是因为带菌的结合病患者常在吐痰,咳嗽,讲话,唱歌或大笑时,产生带有结合感军的飞沫,如果不小心吸入患者产生的飞沫,就有可能感染 结合并不会经由衣服或石器传染 结合病不会经由衣服或石器传染 另如过飞沫炎在空气中的小尘埃中 即使飞沫前造后,飞沫残核仍然可能造成感染 因此即使离开感染源甚远 如果不小心吸入患者产生的飞沫残核 仍然有可能感染 这就是所谓的空气感染 结合病的传染途径通常发生在与病患同住一室的家人或亲近接触的人 与病患的接触时间长短,是否具有良好的通风环境,也是影响被传染机会的重要因素 肺结合高风险族群 95%的结合病例,死亡案例发生在开发中国家 HIV 检测阳性者,罹患开放性结合病的风险会增加20-30倍 此外免疫力较低者也是肺结合高风险族群 吸烟患者的结合病例坏及死亡风险较高 全球结合病死亡案例中有7.9%与吸烟有关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资料指出,结合病症状会是感染部位而定 其中肺结合最为常见 肺结合症状包括 超过三周以上的严重咳嗽 胸筒 咳血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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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弱 疲劳 体重减轻 食欲不振 感觉发冷或发烧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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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结合病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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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岁以上,免疫力不佳,及重症患者等族群,亦好发于医疗资源不足之偏乡,离岛等地区。 单纯的肺外结核患者,不具有传染力。而肺结核患者在接受治疗前,约3到4成具有传染力,亦及所谓开放性肺结核。 此外,结核病的疗程虽长达至少6个月,但约8到9成患者,在规则服药两周后,即可确认为不具有传染力的非开放性肺结核。 因此,即使接触到结核病患者,无论其是否正在服药,都不一会有被传染的风险。 一般而言,若和开放性肺结核患者共处一室,或坐在附近,连续达8小时,或3个月内累计达40小时,则即使未曾面对面,被其传染的风险可高达约3到5成。 一旦被传染到结核菌,则可能终生代元,为其终生发病率仅约1到2成。 一般而言,发病的高峰期在被传染后1到2个月,至1到2年内,以及被传染者年老或离患重大伤病时。 肺结核常见症状 肺结核病,尤其是肺结核患者的常见症状,包括,咳嗽、午后轻微发烧、体重下降、疲倦、厌食、失眠等。 在疾病初期,经常被患者甚至临床医师,误判为感冒或支气管炎,以致延误就医或治疗。 因此,散苦与咳嗽、咳痰等呼吸道症状达三周以上,即应尽速前往胸腔内科门诊,接受胸腔X光片检查,以确认或排除肺结核的可能性。 尤其是前述的好发族群,即曾接触开放性肺结核者,更应留心。 附带一提,若咳嗽带有血丝或血痰,则觉大多数都是各种原因的支气管炎所致,只有极少数是噪音与肺结核或肺癌。 千万不要把肺结核至当作感冒,一定要提高警觉,以免延误治疗良机。 结合并治疗与用药。 治疗结合并的第一线用药,都是每天只需服用一次的口服药物,用药方便。 治疗结合并的第一线用药,都是每天只需服用一次的口服药物,用药方便。 为对于患者而言,在治疗上的困扰,除疗成慢肠外,主要是药物副作用。 较常见的副作用包括,肝炎,肠胃不适,皮肤过敏,周边神经病变,关节病变等。 大多数患者的副作用在开始服药后一到两个月内,即逐渐缓解,期间,可是需要搭配治疗副作用的症状用药。 少数患者的副作用较为严重或持续,则必须调整结合并用药的剂量、种类,甚至疗程长度。 预防结合并传染,最重要的是佩戴口罩,凡开放性肺结核患者,皆应接受隔离,并佩戴外科口罩,凡进入隔离病防者,皆应佩戴N95口罩。 此外,儿童接种卡戒苗,其实不能预防结合菌的传染,亦不能降低被传染后的发病率,但可明显降低发病后恶化成为重症的几率,进而降低死亡率,为其对于成人的效果,甚为有限。 结合病,尤其是肺结合,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它的症状很普通,因此,经常在患者就医和接受治疗前,就在起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染给周遭的家属、同事,或同学。 结合病预防方法 1. 认识疾病之传染方式极可能的症状,以便能早期就医、早期认断与治疗。 2. 开放性肺结合患者,皆应接受隔离,并戴口罩 3. 预防肺结合,进入隔离病房接应佩戴N95口罩 4. 预防性头药及预防肺结合感染治疗,是最佳的预防方式。 5. 卡戒苗的接种,接种卡戒苗之目的系在人体尚未受到第一次自然感染前,先用疫苗造成人工感染,使人体免疫系统认识结合菌抗原。 6. 以避免有害的结合菌在初次自然感染时引发进行性出发性结合病,progressive primary tuberculosis。 6. 肺结合的治疗 1. 结合病可治愈,同时在多种有效的抗结合药物治疗之下,按规服药二周内可大幅降低传染力,持续按规服药至少6个月以上可以完全治愈。 2. 兜治计划,抗结合治疗过程漫长,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一位结合病个案应实施直接观察治疗,directly observed treatment short, course, docs,台湾一维都治计划。 3. 集游经过训练的关怀员执行送药到手,服药入口,吞下再走,关怀结合病个案服药治疗过程,降低个案产生抗药性,提高治愈成功率。 2. 集工运本评定文字回应 Barely